今天的比赛由中国队首先发球 中国队把朱婷放在一号位 也就是让朱婷从后排开始打起 拉尔森这个球其实也是崩了一下网带 但是改变了方向 中国队没有防起来 应该说两个队伍的最强的进攻点 美国的是拉尔森也是把他让他从后排打 调球 莫菲的进攻 好球 点条给张长宁 好球 对方双人拦网没有拦住 因为亚当斯的身高1米88 在复攻当中也不算特别高的 美国队现在前排三点攻 亚当斯主要是打三号位的快球 美国队其实还是像之前说的美国队整个进攻 其实重量其实不是很大他们的力气 但是他们的线路和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在我们篮网如果跟不上的情况下 我们力争一去拼防守会创造很多的机会 看一下这个球是打手了 裁判误判 中国队挑战 中国队主教练郎平 那么对于今天中国队把朱婷放在一号位打起 从后排攻打起 你觉得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想针对他的整个篮网 篮网和进攻的一个轮次的一个针对性 我觉得其实郎党因为在每一场比赛的时候 他都会在轮次上有一些针对性的安排 比如说我们的强攻的轮次是谁对谁 我们的篮网用谁篮可能更好一些 这都会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安排 这次挑战的视频回放时间有点长 可能刚进入比赛呢 这个视频裁判也还没进入状态 看出来今天比赛非常的激烈 非常的残酷 上来就挑战 应该打手了吧 这个球 打到实质啊 对啊对啊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角度呢 这应该选侧向角度 郎党也是在说 这个球应该打到了他的食指上 这种球但是没有办法了 其实在视频挑战的时候啊 因为有多个角度的镜头记录这个动作 对 有时候视频裁判 其实他也可以在当中去选择一下 我回放哪个角度 对不对 拦住了我们二号位的进攻 因为这个球其实两点 都是跑在第二点背后的 如果小元那一点半到位情况下 节奏不是特别好 肯定会两个人来盯小宇 一船不错后三 球 上来还是要打得耐心一些 还是发西尔 他的一伤没有到位 好球 好防守 三个人 好球 美国队也是采取了三个人篮网 今天的一才是来自法国 二才是来自韩国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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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球 还是电调的四号位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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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calm 这球复攻在后面 阿金打了一个背快球 还是非常有掩护性 非常晃 看一下这个球 这球出界了 今天美国队的方针也还是意义惯之的 就是发球找张长宁 好球 自己接自己打 在这几场球也是经常能看到 张长宁自己接完遗传后的一些强攻球 中国队开局以来 已经有两次直接发球失误了 我们还是非常想拼发球的 是 在人比较兴奋的时候 其实力度要稍微有一点把控 谢尔发球 好球 目前张长宁的一传应该说是顶得非常好的 对 现在美国队前排两点攻 阿金拉德沃在这一轮主要是跑身后的背配球 然后拉尔森前排下撤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发球 一传到位了 给阿金拉德沃 没有打上劲 跳船 漂亮 其实看到阿金在打完背后球的时候 他的二船和两个人篮网是没有换位换位的 扣球的高度达到3米04 还是给阿金 这两个发球都没有破掉对方的遗传 我们也还是想在发希尔这一点 阿金拉德沃在这一轮转的一轮休 因为现在是刚才这一轮是 袁兴岳在后排发球 所以延第一轮到前排了 刚才在暂停的时候 每个队也是在说 严厉的扣球线路 然后让他们这个防守的队员 要往里头站一点 可见双方队 以此都是非常熟悉的 每个攻守的进攻的熟悉线路 阿金自己发球下网了 美贵队还是两点攻 但是前排复攻换成了亚当斯 好球 看反击 对方篮网出界 让中国队追平 前八分 中国队虽然处于追分的状态 但是在气势上 我们并没有输给对手 是 我们在进攻上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水平 特别是在我们强攻的时候 美国队几乎都是三人拦网 板到位 好防守 漂亮的防守 还是两点攻 注意对方背后球 再给拉尔森 这个球拉尔森还是体现了他的老道 先不论他的美国队的复工的成功率是怎么样 但是在数量来讲 在这场球的开局 其实已经增加了不少 让洛伊德发球 一传到位 平拉开 漂亮 这个反轮桌还是打回了自己的位置 这个平拉开打得非常的平 双方今天的轮次完全对上了 现在美国队马上也是反轮 而且我们在上一场的解说当中 跟大家介绍了美国队反轮的特点 这球打手出界了 其实上一场球在中后段对拉尔森的篮房还是非常成功的 好球 原王短平快 其实我们经常看到严宁有些球啊 就是摸一摸这种 他也没有完全打上架 但是其实很难防的 是 就这种其实不规则的球啊 有时候比那种 就是你能够预测到他下来的这种线路 虽然力量大一点 但是其实那种球更好放 就跟我们说比较不喜欢不按套路出牌的队伍一样啊 好遗传啊 落地了 目前双方在一攻上都还是打得比较顺的 就是各自都没有卡住对方的轮 所以比分到现在没有完全拉开啊 好调整的 这球洛伊泽非常敢传 是 这球调整的质量非常高啊 每个队换上一号替补二传汉考课 换上替补的接应 落围 二换三 调整只有三个人啊 哎呦 这个球自己扣下网了 这球第一下也是在半刀位的情况下啊 强行的组织被飞 是啊 而且这个球是跳船被飞 嗯 嗯 这球是判了中国队失误啊 判中国队触网吗 字幕格里太划 Mutter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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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还是两点攻啊 但是我们后排还有朱婷的一点后攻 双方第一局的发球自私 算是偏高 我们在暂停后又起到了效果 美国队又是反轮 但根挑 哦 这个球可惜了 今天美国队的这种调身后啊 已经得了有两三分了 就是不勉强啊 在一些乱球或被动的情况下 他们是选择先处理好 因为这球跟安 Hudson 有点掉头啊 美国队出网了 其实小元这段时间的被飞 包括从世锦赛开赛以来 我觉得他的被飞打的 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高点飞 非常的强势 美国队一传有些冲网 这个球上网球 这个球是一对一 但是二传其实在出手的时候 这个球很转了 但是裁判并没有吹 没有吹他连击 你们有时候在比赛的时候 虽然我们讲这个裁判 都是功利的 第三国的 是 但是你们有时候在比赛当中 在场上你们会不会感觉 有这种感觉 就是今天可能 这个裁判好像有一点 真对谁比较严 对谁要松一点 从他的哨上 其实有时候临场会观察到 因为他很多就是中立的球 看他想吹给哪一边 这种球可能在比赛场 还是有很多的 另外从东道主 日本队的角度来讲 你猜一下 你觉得这两支队 他更希望哪支队 大得更好 中国吧 因为我们都是亚洲 中国队现在还是两点攻 阿金的一个防守 这球到了美国队手中 洛维进攻被篮 漂亮 准备 无事 Ashe 什么是 你 中文队现在还是落后三分 第一局已经进入到关键分阶段了 美国队在把主二船主机硬换上 这一轮啊 猪在打二号位 一船没有到位 这球也是强行的甩给二号位 其实双方的二船在第一局 目前为止发挥的还是比较的正常的 是 特别是远距离的一些翻调整球啊 还都是很稳的 好的 先控制下来 再给二号位 好球 对不对 卡月卡得准啊 兰尔森掉球 又是一个主动掉球啊 这个已经三分了 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明显就是想好了上去就掉了 但是也能够感受得到美国队是今天明显的加强了对小宇的盯放 因为上一场他在这个二号位吃亏吃的比较多 好 我们现在中国队换上胡命远来发球 好球机会 看张尚尔森 注意一些乱球啊 哎呀 这种机会球啊 在这种乱球的时候我们注意五号位的人还是不要太往前冲啊 注意压底啊 对 这个球还是反映说的年轻队员啊 在场上无球的意识还是有提高的地方 有 真好啊 哦 还有 机会又到了美国队手中 希尔又是掉球 又是掉球啊 这次我们有盯防了 漂亮 这个后攻 看这球是想打手 双方都在抬手 刚才这个后攻啊 虽然朱婷这些没有完全直接得分啊 但是他这个后攻的意识加的还是非常强的 这是一个后四可以算 对 因为在其实张长宁接完吊球以后 我们的主攻这边就是整个是废掉了 没有篮网人 他们的整个篮网都集中在二三号位 这样一下子能把我们的往常利用起来啊 我倒要再看看视频裁判又选择哪个角度 您确实第一次选择公布结果的这个时间有点长得不正常了 又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停顿 又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停顿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能看到什么 不过还是判给了中国队得分 还是半到位 莫菲好球 哦 漂亮 直线啊 现在美国队叫暂停了 中国队追到差一分 还是在强调对中国队两个主攻的金方 美国队前排是三点公 还是发给谢尔 好球 反击的机会 两个人 漂亮 这个球有些开网啊 打了一个长线 中国队追平 今天这个 刚才这个球呢 虽然是前排三点光 但是洛伊德传给阿金传的 其实不太舒服 阿金有点抠着去扣这个球啊 没有扣上劲 其实美国队 在这个周期换二船以后 他的两个副攻 其实配合的 没有那么默契 这谢尔溜边了 蓝他的进攻 掉球 我们跟上了 后三 好球 中国队反超比分 中国队在19比16 落后的时候 打了一个4比0的小高筹 美国队迫不得已 再叫一次暂停 他们在三分以内 连叫了两次暂停 二次暂停 吁准是暂停 两次暂停 你再続那将 三次暂停 这回事 五次暂停 中将 没了 二次暂停 五次暂停 乾杯 干杯 小宇宙的这几次发球都是造成了对方的遗传不到位 找希尔到位了 这球到位之后我们又敢放复工 是我们跟着他一起都起早了 希尔这球也跳早了 你看这个球小源基本上没有动 都是撑着扣的 把我们篮网人带起来了 一转还不错 还有啊 两个人 好强 今天张长宁的这个调功发挥非常出色 这个小鞋现在拐得很聪明 没有贸然的发权力 打了一个非常刁的一个线路 中部队今天还是立足拼防守 发到了自有人手里 哎呦这个球又是传的太贴网 中国队的机会 好球 中国队有抓一个防防 这洛伊德今天是把拉阿金拉多坑得很惨啊 可惜啊 出了一点底线 现在希尔发球 发球下网 美国队今天在发球上第一局还是送给了我们几分 是 那美国队前排两点弓了 我们还是要注意篮房 他到位球之后 阿金的背后球 好的 还有啊 还有 两点弓啊 后三 选择了给后攻 希尔的后攻还是很轻的 他主要是也是打速度快和打点啊 让你的整个后排防守人没有完全到位置的时候 他已经打下去了 他主要是一个快一个高 对 所以这两点呢 可以弥补掉他力量的一些不足 中国队这次一攻非常关键 我们现在两点攻啊 调整好 三个人拦网啊 好球 刚刚没有拦住 这样中国队先拿到局点 这局真是看的人手心发凉 安裘他力量的一关 吴最近把这局的指引 三个人 米队还是两点攻 亚当斯在前排 一场没有到位 只能给拉尔森 浩哥 直接拦到了拉尔森身上 这样中国队虽然在第一局 一直处在追分状态 但是很显然到关键分的时候 我们队员的心态 而至比对方要好 我们恭喜中国队 好 我们稍时休息 我觉得世锦赛作为世界三大赛吧 我觉得它跟奥运会和世界杯来讲 它的难度应该是最大的 因为它时间比较长 然后三赛的队伍也比较多 觉得它像是个拉锯站吧 会比较辛苦 现在想想去上一届世锦赛 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一下四年了 印象就是感觉 那个时候对备战世锦赛的心态 跟现在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整个队伍 可能还没有成绩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都是年轻队员嘛 就是感觉每一场都是 特别洒脱的去冲 然后对对手了解不得 其实对自己能发挥出什么程度 也是一个位置 那总的来说 你对你自己上一届世锦赛的表现满意吗 那个时候 那个年龄段来讲还算满意吧 是不是这一届会有更好的表现 我希望是 因为毕竟球龄也涨了四年嘛 我希望就是在技术发挥上和运用上 能比四年前更从容一些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还是六强赛跟多米尼加那场吧 我觉得也是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大家一鼓作气扳回三局吧 我觉得从就是队伍那种底蕴啊 包括作战事情来讲 我觉得在那一场球是有一个认识跟提高 我觉得首先还是体能跟身体状况的一个挑战吧 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讲 其实在技术运用上已经有了一些心得 当自己觉得体能已经下降的时候 就尽量去避免吧 避免这种不必要的伤病出现 再有就是在体能训练上 一定要就是加功夫吧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018年女排施锦赛六强战 中国队和美国队第二局 第一局中国队是率先获胜 那么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 中国队是进攻18比13领先对手 篮网是3比2领先对手 发球双方都没有直接得分 然后自失 然后中国队是反倒送了对手7分 美国队只送了4分 上来一个一传过网 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的朱婷是得了9分 张长宁得了5分 而袁锡悦得了3分 那小宇宙在第一局没有得分 漂亮啊 又是一个半到位的复攻啊 3分 2分 8分 3分 3分 4分 3分 2分 8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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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 1分 4分 准备 4分 3分 1分 6分 在一些组织进攻上 打一些比较快的一些球 在现在看来打在底线上的效果 双方都还不错 二号位 直线球 这个很快 明显希尔还让过来打了一个直线球 这球小宇的篮网 把把边的这个位置让控出来了 是 又是一个 还有还有这个球没有落地 打到了脚上 又是一个直线球 我们看到郎导也是走到场边 跟龚翔宇啊 单独交流了一下 嗯 因为这几分呢 进攻没有打下去 也影响了他篮网的这种心态 开军美国队4比1领先了 好一船啊 漂亮 再把握下来 张昌宁 看头 好敲 这球打一长线 达到后去的空档 其实张昌宁在整场比赛上接发球的 数量还是非常大的 对于他来讲 其实无论接发球的质量怎么样 但是对于他体能都是一种考验 都是一种消耗啊 可惜了 这个球 你看其实洛伊德和阿金的配合 还是有问题 是 但是也看到美国队一直在想 从复工上有所突破 好一船 吊球 这个球被垫起来了 看张昌宁 三人难忘 没有拦住 阿金也是一个网口球 制造了一个高压调 我们现在在篮防阿金的一些球 脚下还是要战活一些 他因为他配上的球其实不太多 都是一些抹抹掉掉的球 中央队第二局和第一季一样啊 又是一上来就处在一个追分的状态 现在张长宁打到目前得分也得了六分了 在主接一传的情况下啊能够有这样的得分真是发挥的很好了 西尔一传又没有电毫 拉尔森 好球 那拉尔森被直接篮死已经有两个二十三个了 这个时间压的还是非常好的 是 如果他的第一得分手拉尔森如果能够在篮网上被限制住的话 那对于美国队的打击挺大的 因为拉尔森主要还是打一些乱球和调整功的一些突破能力啊 还是找西尔 这次到位了 给阿金 好球 打在了网袋上 朱婷 这个小元 哎呀这个球有什么威胁啊 还是给了 这球可惜了啊 我们有两次好的机会 所以在反击当中啊 敢于传快球呢 确实对二船的考验也是挺大的 是 但是因为反击他逼宫还是不一样 嗯 反击因为大家有可能脚步都还没有捣清楚 对 然后这时候船快球确实是配不上的可能性比较大 对于节奏的把握 阿金发球好像应该数三个了吧 看头球 给朱婷 给朱婷 三个人 第二球 再保护下来 再电给朱婷 好调整啊 好漂亮 三人拦往拦不住啊 这球还是抢速度 拐手啊 一个动作啊 原来四号位呢 原来四号位呢 有面鞋拐直 对 但有的弓手也会面直拐鞋 对 主要是肩肘手腕的一个拐的动作 也是小鞋打出来还是很漂亮的 刚才都领帅 最高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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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的责任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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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婷到现在得分已经得了10分了 在进攻这一项上 我们在篮网24比2领先对手 其中朱婷篮网拿了一分 丁霞和严妮各拿了一分 就是朱婷 这球对方篮网篮在了界内 还是要尽量把其他的点要打开 是我们现在虽然在比分上没有落后太多 但是我们还是进攻向四号位的集中太多了 被错好球 一捅造成对方握股 被错这个战术呢 因为世界其他的国家 尤其是欧美国家都不太有 对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战术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美国队的反轮 要给莫菲掉球 哎呀 这个球可惜了 这球其实从他一出手就应该能够判断出来他要掉球了 对 所以小鱼很早就跑过去了 反而跑过了 这球就跑过去了 你看莫菲的这个动作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假动作 是啊 调整好啊 两个人 大电调 好漂亮 这是龚翔宇四号位的一个大调功 这球对方发的质量很高啊 嗯 也不接就压边线了 这球小鱼儿注重平党 一转到位 嗯 嗯 二号位拉开 漂亮 探头 双方的这一轮质量很高啊 机会球 还是到二号位 看下这个球应该是失误了 其实这个球传的质量还是很高 速度很快 中国队叫的暂停 一到篮子的团队 新排这个球我们就没点 大家看着去 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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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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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刚才朗导也是强调了控制自私 因为其实我们中国队现在一大特点 就是我们自私比较少 在几乎前面的每一场比赛当中 我们中国的自私都要比对方要低 但是今天打到现在 我们自私送了对手9分了 对方才送了我们6分 而且美国队的自私 基本上都集中在发球事务上了 这是一个篮网 这球又吹中国队出网 小宇今天的状态比前几场有明显的下降 因为上一场打得太出色了 肯定会有针对性的一些研究 中国队换人了 准备换人我们看到 增结已经做到了欺负席上 四号位 漂亮 漂亮 中国队还是落后三分 好发球啊 谢尔接的也好 今天拉阿金啊 这个是什么情况 阿金是 你觉得像阿金和洛伊德今天这种状况 是洛伊德要承担的责任更多一点 而是阿金 这个很难讲 因为临场上的一些变化 两个人之间的配合需要及时的一些沟通啊 我觉得需要就是如果我作为二权来讲 我可能会迁就攻守这样 因为两个人同时都在变永远是配不到一起的 是 哎呦这个球 两个人同时往上征球啊 阿金的这个上肢力量还是要强一些 是 他采用爆发力是 小元明显是摁不过他 这个球有点躺了 再给张昌宁 再给张昌宁 对方前排也出网了 对方现在两点攻 发前驱发到 前驱球啊 男四号位 好球机会来了 看张昌宁 三个人难忘 平达好球 你看我们这个前排 针对对方前排两点攻的 发球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是 因为阿基拉德沃 他是在这一轮既可以跑三号位的快球 也可以跑二号位 所以我们就为了限制他 发到前驱发到他手里 是 要破坏他的这个快球 然后重点来 希尔 再来 发的位置很准啊 你看这个球 美国队应变也很快 马上罗宾逊就上来补了 罗宾逊这一步呢 就可以让阿金 腾出手去进攻了 嗯 刚才我们教练组强调了一下发球啊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发球 还是没有完全限制对方的复攻 就是跟上去一样 到了这个尾段的时候 我们还是落后三分 好一传 停了 还有 持续的给四号位 这个球最终失误了 这个球也是张长宁在四号位连打三板 可以利用一下朱婷的后宫 好球有长线球 好球 好球 再看篮网 老尔森这球还是选择了长线 因为他这段时间其实拍打球很多 在他这种调整球的情况下 也看到我们的朱婷直接收到了内心的位置 这个球又是一传质量不高 造成了失误 这样我们落后5分了 那中国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OK 现在我们来看篮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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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是二换三 姚迪和曾春蕾上了 我们看一下这次换人能不能扭转一下颓势 曾春蕾好球上一球得了一分 是很高的 而且发球质量不是很高 这是一个抢快的一个抢的动作 门主动 雷队又在后排换上一号 汉考克来发球 好一传 曾圣磊 好球 摇迪的防守 再到四号位 这个球被对方拦住了 其实猪可以在一攻的情况下 也可以打一些跑动了 因为他现在猪的整个篮房上 其实盯得还是非常死的 好球 这球反倒错开了一下篮网 其实哪怕一些调整球给主攻 给我们的强攻稍微短一下 让他的篮网稍微动一下 反而他的篮网阵型会有一些破坏 另外我们今天啊 这种长短结合的球几乎没有 对目前还没有打成功 冲进被扣一个都没有打过 是 然后第二局确实我们自己的进攻球的分配呢 要比第一球也 第一局要差 另外呢 我们的发球 始终还没有能够破坏对方的一攻 对 这球没有传好 哦 处理的好 直接一个处理大脚球啊 猪这个球处理来非常有经验 现在美国队还是汉考克和洛维在场上 哎呀 漂亮 好冷哦 哦 还是莫菲在场上 拦住了莫菲二号位的进攻 今天希尔的遗传顶得不错 是 因为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局面啊 因为第一场上对方的遗传发挥的那么差 嗯 他们一定会在这场重点准备遗传 是 现在是两点攻啊 调整好 两手 好球 颜颓和张尚宁 颜颓 调整好球 颜颓和江山宁 这种球美国队打出士气了 这个球终于踩到点了 让美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再给四号位调球 最后是阿基拉的握连得两分 这样美国队扳回一局 双方打成了一比一 我们稍时休息 我觉得这个不冲突 我一直都很强调这一点 我觉得特别是在中国女排这个团队上 共同完成一个位置的任务 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没有就是要捍卫自己或者怎么样 我们只希望比如在竞争中 大家在可能同一个位置的竞争中 彼此都有提高 对于队伍来讲 或者对于最后我们的目标来讲 这个是一个推动力 是一个好的事情 整体的向上 对对对 怎么说呢 年轻队员有他年轻队员需要展示的方式 我觉得老队员现在的角色 也有他 也有我存在的地方吧 我觉得也年轻过 然后也锋芒毙露过 但是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 就是不是说我老队员在队里 就没有那种竞争的概念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目光 还是要放在就是最后 我们共同完成任务的这一点上 就希望大家 我不行的时候 然后年轻队员能就是顶上来 然后能完成这个位置上的任务 或者年轻队员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能有一些经验给予他 然后最后 大家能够梦想成真吧 可能向来还是比较喜欢打这种 就是所谓的世界强队吧 觉得更有挑战性 然后所以主观上 调动的各方面就会比较充分吧 打美国队有什么绝招吗 或者你自己有什么经验 绝招我觉得还得看狼岛怎么给部署 我觉得对于队员来讲 首先经验神要顶在那儿 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 最好的时刻 最好的时刻 我希望还没发生吧 还在等 还希望有更好的时刻出现吧 然后最 相对比较难熬的 我觉得可能还真的就是 16年落选那个一年吧 确实是就是 虽然就是说在思想上 自己调整得很快啊 但是在心理上来讲 还是像生了一个生理场病一样 需要一个过渡吧 但是在那个时候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或者没有那么多的人去相信 你还能再有期待 给你那么多期待 和机会成本去等着你有一个 更好的水平发挥 所以那个时候 很多时候真的是要靠自己去咬牙 然后去争取回来这个机会吧 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蛮难的 但是也是一个很 一个成长的过程吧 我觉得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再接着回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上来中国队发球失误送了一分 中国队还是要立足于拼发球啊 因为前两局拼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是 在上一局他的复攻 其实数量还是相对比挺大的 因为先不谈他的进攻率是怎么样的 但是他的复攻的数量非常的高 他首先复攻打出来 才会对于他整个24号位的整体进攻的速度 才会有一定的牵扯 我们在第一局结束之后 在进攻上是领先对手很多的 在两局结束之后 我们看我们已经30比32 在进攻上落后了 就可见对方在第二局进攻发挥的是非常好的 也是 他的复攻打出来以后开始 24号位一个牵扯的一些长球啊 而且今天罗宾逊的发挥确实非常理想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像前排主动下撤 阶级传的球呢 他都敢于过去保护 然后到位率也很高 这个球中国队挑战了 挑战对方是扣网带上 哎呦 这个球还是碰手臂了 哎ub 谢谢 电条的发挥 华非 探头送过来 好球 对球亚当斯正好在这个位置上防守 复工的电球技术还差了一点 这球基本上是贴着往面飞过来的 线路太低了 高点被飞球 再给张上宁 第三次进攻 好球 这球王孟杰是做了一个被电 对方复工以为他要电到2号位 或者电给后三 是啊 然后阿金阿拉德沃再过来的时候 就中间有空隙了 你看一人半 高飞球 现在渐渐阿金河和洛伊德的配合也上来了 找了两局 找了一局半 对方的二船的个子还是稍微矮了一些 对方向上宁 对方的一个人 还挺好 对方的一个人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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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希尔今天的这个遗传确实顶住了 对 对 你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像奥运会的决赛打巴西那样 嗯 就是前面在攻一个人攻不下的时候我们后面换一个人再来攻 就是一个提斯进攻 拉尔森掉球 连着两次 他这个球明显就是在自己 不好打的一个情况下 想掉给朱婷来破坏他的进攻 把他的整个进攻拿掉 小宇今天还是要注意多来一些平打 是 因为他前面其实是几场打得不错的进攻 都是这平打打得很好 好判断 中文队今天确实看得出来 虽然第一局我们获胜了 但是整个局势我们还是比较被动的 我们一直处在追分的状态当中 大盛 大盛 四浩 对 这样 匀 这几本双方都有很多反击的机会 但是质量都不是很高 对 现在小宇自己已经有点打得没有自信了 那这个时候是换人的时候了 然后让曾正磊换下了他 打个交叉 一个长线球 好 中法中人摆入中文字幕 we're gonna go no chỉ okay you might be one-on-one 我都可以 ok I'll write that long though let's go hatred of a tho that's okay you might be one on one okay I'll write that longer let's go 这球增结结完一传 一传之后的跑动 一定程度上牵球的对方的拦网 对方一传没有到位 又是一个调球 又没有形成反击 好强 这个球要回敬他一点颜色 拉尔森今天老是打不好的圈 但是调完之后问题是 我们也没有形成太好的反击 这样的话就特别会给对方这种自信 对 其实他的有一些被动的调球 都是想拿掉我们攻守这样的一个意图 又是机会 张昌宁 好球平打 自己失误了 这球莫菲 好球 蓝尔森发球 曾圣磊 调整弓 蓝瓦好球 我们的机会三点弓 漂亮 美国队前面也是三点弓 注意地方亚当斯三号的快球 还是发球失误了 我们今天的支持已经送了12分了 我们发球其实双方失误的都挺多 但是直接发球得分好像没有 会有一些探头球 是 另外对方在进攻上面现在还是领先我们 美国队也送了一个失误 看一下曾圣磊的发球 发得不错 第一个直接得分 是 双方一直都想拼啊 不惜失误 但是还没有拼出来 这是曾姐的第一个发球得分 曾姐加油 这个球出界了 这球出界了 一传电的不错 逃三 漂亮 朱婷的这种球下来还是不好垫 是 因为它飘 特别容易垫飞了 是 速度也很快 这球也是起跳的时机不是特别好 其实换个角度讲 今天整个双方的一传保障 应该都算还是不错的 对 特别是我觉得今天张长宁 在整场都在被追发的一个情况下 特别是他在前排的时候 接一传还是感觉很踏实 这个球传得太平了 其实在这种很被动的 明显三人拦网的一个情况下 就应该把球给朱在立的好一点 打强攻 这球又是一船 送了一个探头 让中国队连丢三分 你是军川军 你根据小米 战场 往前 翘翰 走 殖 彩利 这就行 队里 大家 在这都 这都 在这都 在这都 我们中国队有一句话 虽然作为没有上场的球员 但是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在场上才是给球队做贡献的 有时候在场下的学员他观察得更加的清楚 他通过这种交流也是给整个队伍做贡献的 好一场 机会球 机会又到了美国队手中 阿吉拉德乌 那这种中国队让对方连得了四分呢 这还是我们一公的质量 又是一个探头 又给了阿金 这段时间阿金的整个背后球的节奏踩到点了 这样我们12比9领先 对 对方打了我们一个 在这一轮上卡了我们有六七分啊 对方就是在这一轮呢 一 利用我们的两点弓 美国队的发球发出来了 它造成了两个探头 先把这轮打过 好遗传 小元的这几次进攻都没有打上劲 你觉得原因出在哪里 我觉得整个 其实遗传是可以的 这两个应该是节奏没有完全配上 你看我们一次是打小元的背飞 一次是打身前快球 但都是起跳之后没扣上劲 是 就被卡在这一轮上了 漂亮 是一个强弓球 漂亮 这一轮上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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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前驱 发到阿琪手里 调整弓 中国队又有前排出往 中国队又有前排出往 中国的 create 手银 来 纽队又喚上了13号 威尔海特在后排发球 和提摘 我们两点攻的时候 其实复攻的发挥还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的话在被卡轮的情况下 其实尤其是一轮卡掉七八分的话 对队员的自信打架也很大 队员今天在整个打的短评还是效果非常好的 这个球洛伊德想顺势一调接外了 正队这局还是有希望追回来的 现在只是差三分 现在美国队两点攻啊 亚当斯也还是主要以身后球为主 在这一轮 来二分 每个队频繁的在后排换成 让人发球 又让汉考克 哎呦一船又电飞了 还有机会啊 这是一个调头球啊 无法发力 朱婷反击 机会又到了我们这边 把头垫好 好球 最近造成对方篮网出界 像这种球啊一定还是要把球头先立好 然后争取通过二船的这种节奏的控制给攻守多提供一些撤步的时间 对我们尽量给攻守还要提供一些好的一些条件啊 因为本身这种多轮来回啊 攻守就累 所以有这种反击的机会的时候 二船的这种节奏控制很重要的 我们尽可能提高反击的一些质量啊 好球 哎呦可惜了 让美国队到20分 这球也是打出了速度感 像这种球是美国队的典型打法的体现 孙春雷 好球 漂亮 这孙春雷今天上来了拿到第一分 哎呦 颜妮今天的发球出底线的也是非常多 他前面几场的发球表现是非常好的 是 直接得分都很多 这就是一个贴网 看机会 张筛尼 这许是贴网 张筛尼 这其实就是贴网 看机会 张筛尼 张筛尼 这是贴网 你看机会 这球运气啊 中国队只能再换人 又有李莹莹换下了张长宁 对于张长宁来讲 其实消耗还是很大的 是 鱼团再加上各种调功强功 那么现在朱婷就要主戒一传了 给李莹莹 这个球又直接电给了对手 漂亮 朱婷的防守 电给曾传磊 掉球 漂亮 这是曾传磊现在的特点 是 因为曾姐虽然确实受年龄的影响 她的扣球进攻点 包括力量有所下降 但是她的手法确实比以前是很大的 对 而且还是非常有经验的 什么时候该发力 什么时候该轻打 嗯 曾传磊的防守 好 这球调得好 看一下这个球 没有打手 谢尔的输 吉拉里要叫暂停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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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章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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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面对着大了, 中方三十五十六,我们去10五十六, 我们去10六十六,再做更多, 然后再来 tak,准备 准备回来更多。 我们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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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哪里。 3-0之后我们期待一下孙顺蕾的发球 控制了一下对方一传到位了 现在尤其像阿金和洛伊德踩上点了之后 如果我们的这种菜球发过去的话 我们是很难反过 漂亮 这球点得非常漂亮 还是没打上键 今天我们在云西岳的这一点上是持续的合不合二传手踩上点的 这球西岳打的也是非常漂亮 观察的非常仔细 在云西岳打完被飞没有换回来的情况下 选择打了斜线 中国队一校战田 中国队一校战田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队其实在过去的三场球都表现得非常好的情况下 是 其实队员还是会有一个体力精力的一个下降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 好遗传啊 好遗伤啊 漂亮 漂亮 她的进攻还是敢于下手 是 我希望李莹莹的发球还是敢于冲击一下 这球打得很快 这简直就是短平快 四号位的短平快 那么现在25比20 美国队又拿下了这一局 现在在局分上已经是2比1领先了 嗯 我们再上次休息来看双方的第四局 好的 这样呢 比赛进入到了这个这间休息的阶段 嗯 在前面的三局比赛中 中国女排是以1比2暂时落后于美国女排 那在其中呢 第一局是中国队摔心拿到了胜利 接下来两局呢 算是被美国女排是搬回两成 嗯 那这样呢 也是进入马上要进入到第四局的比赛 嗯 在这呢还想请沈老师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 中国女排的在现在这个前三局的状况 以及出现的一些问题吧 嗯 我觉得这场球美国队还是呃 在一拳到位情况下增加很多快攻 然后快攻也比较不好篮房确实 嗯 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这边就是发球感觉冲的不够 就是没有像上一场那样冲的那么坚决 是 所以说就是咱们一拳没有冲开的话 你看咱们他们复工一出来以后主工也出来了 嗯 整个他们节奏就在他们节奏里面 就咱们现在就显得比较被动一些 是的 没错 嗯 相比之前的那场比赛呢 今天发球方面确实做的没有上一场那么好 嗯 尤其对手在这个一拳方面也是加强了自己的防守 对对对 嗯 那面对这样的局面 您觉得中国的一排姑娘们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呢 我觉得首先还不放弃吧 嗯 因为就比赛还没有结束 是的 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调整好状态 就第四局再来重新开始 嗯 那关于在这个发球和这个面对对方这种主服工全都打开的情况下 嗯 要怎么样去调整呢 嗯 我觉得首先咱们还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不要急 就不要首先减少自己的失误 嗯 好 那咱们也是一块来期待一下中共女排在后面第四局的表现 让咱们再回到现场一块来看比赛 南湖 南湖 好的 我们再回来 马上要开始双方的第四局 我们这个时候 更是需要我们坚定地支持中国队 在这样的局面 不利于我们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在立中 一拼拼发球 我们的发球 其实直接得分 现在只有一分 应该是增结的那一个发球 在一些多板进攻的时候 特别是反击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还是要给我们的攻守提高一些 球的质量 让他们尽可能地发上力 另外今天打到现在 我们复攻的发挥 说实话没有前面机场表现得好 那么要赢球的话 我们在这一点上还是需要提供更多的支持 我们今天的进攻还是因为二号位也没有打出来 所以我们的进攻过多的集中在了四号位 对 这局的二三先发球 好一传 好反应 再调球 这球会先略高 好的 还有上来就是多轮来回 朱婷的两个人 好球 没关系 也是一些调整球 抓好这个球 已经是七八个来回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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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灾这局 我们还是增上了一个零巾 留在场上 出界了 你看现在美国队基本上不管我们其他的点吧 就是拼命的蓝四号位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他人必须要站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在三点攻的时候 整个进攻还是在三四号位 因为你本身打的就是短屏 集中在还是在王口靠四号位多了一些 狼王 还是垫到四号位 好球条的 漂亮 因为我们在上一场赢美国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三个进攻点开花 是 那么今天我们是实际上只有一个点 所以这就比较危险 有机会 二号位 好一船 漂亮漂亮 这是很长时间了终于看到 小元和金霞配合的这种比较让人心情很爽的那种快球 是 好球 好球 这是曾孟蕾发球得的第二分 我们今天发球 我们今天发球唯一得的两分 都是来自于曾春蕾 篮网上我们现在还是9比8领先对手 但是几公分上36比40落后对手 没有拦住 应该是一个高点的一个直线球 那球出界很多 好球 林莹到前排 好球 哎哟可惜了 变飞了 第二分 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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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之后 三国 三国 二 三国 啊 调整好 三国 三国 人狼啊 被狼好几个了 第四十九 三杯碗印的高級筋 五太高 我 أن我發現我一定要的 五太高 三十九 五太高 现在我们主动辩证让黎盈在场上的他的进攻确实是非常重要 这个球下手很快 好愚蠢 好球 高压钓 黎盈尼这个球钓的还是很聪明的 看到阿金发完球上来 每个队两点攻 预传到位 给复攻了 好球 这球只能处理过去 再跑复攻 这球亚当斯的起跳非常高 起跳高了之后呢 她的视野就宽阔 是 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线路 只是高点点了一下 给四号位 漂亮 好球 像这种球黎盈尼还是要体现她的力量 是 1 2 1 2 3 2 3 3 4 3 3 2 2 2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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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队的反轮 我们在第一场抓他们这一轮抓的比较多 但是今天好像抓的不是特别理想 好发球 防守 电条的二号位 这个球篮在了街内 这个球美国队防守队员判断输 我们今天对于二号位整个一个把边 篮得还是非常严的 无论是朱婷在前排还是张昌宁刚才 现在李盈盈的篮得也不错 球发的质量很高 好球 这球没有电好 可惜了机会 这个酷 START 二号位 主任 二号位 启画 第二号位 超级 二号位 二号位 三号位 三号位 好球 朱婷打长线 这个队是稍微短一点啊 打的 这些传的也还是比较平的 是故意传短了一些 虽然没有美国队那么平 但是对于朱婷的进攻来讲也是比较平的 美国队是打了一个7次进攻 好球 这个球对方要狼网出界 其实曾圣磊现在2号位的进攻速度也比以前更快了 是 另外我们希望他在这边多打出一些变化 像被抠 被平 我只能说干得漂亮 这样落后三分 这应该是我们四局一来吧 在前半段 每一局的前半段第一次领先 是 因为我们中国队的这一种打法呢 确实我们在四号位的攻击力是会大大提升 但是也就是朱婷要接六轮一船的这个对后排的考量也相对比较大 对而且对于朱婷的消耗会大一些 所以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完美的阵容 好球啊 给后三 好球 哎呀 这球可惜了 对方就是拼命的利用朱婷在前排的时候啊发球找他 因为朱婷接完一船之后他再上步去进攻 他的扣球无论是力量啊还是速度肯定是要下降的 然后中国队在叫暂停对方是连坠了两分 啊 中国老师 对这一回事 来自找我 记录清 我们可以预备 和这一些 我们可以预备 大家 对 别人 你们能量 大胃踏着二里面有 好 推下来 蓝铁 加油 加油 紧张就是快一两个角度 你扯过来 我觉得你应该看 我们这个球 你就是用不完 还是不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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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队加油啊 现在又是到了区中 双方争夺非常激烈的 也是对持续效果 非常大的一个阶段 还是达二号位 好球 好球 机会 反击机会 漂亮 我们的机会球啊 再给短球 好球 还有对方的这个 拿尔森的防守啊 真神了 还有机会啊 再给 我也连续的防起了四号位 朱婷的扣球 上方都很累 李莹莹 还有 希尔 我们连续的篮网 哎呦 似乎还是希尔一个乔党 这是一个超长的试迹来回 是 但是能看得出来啊 我们朱婷 四次四号位的进攻 对方在后排的卡位 确实 对他的研究是已经细致到了几点 好球 接外球 我们用了三分了才渡过这一轮 我觉得李莹 其实在场上也是主要想用 用于他的一些进攻的一些能力啊 所以在适当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可以多分给他一定的球 其实在刚才这个超长来回当中 也让他打了一次 但是也是没有打下去 机会 五二 好球 这个就是要敢于转移 因为现在对方 把主要的精力都放下了 五三四号位 好桥又抓一个篮网 这样中国队又还了一个三变零 美国队现在也是一个前排两点攻 那叫暂停了 其实就差一分就到技术暂停了 但基拉里显然忍不了 我们是为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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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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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是祝陈奈发球 还是两点弓 哎 这个球戒那球 漂亮 罗宾逊判断输 这样中国队领先四分 其实按照正常线路的话 其实他的判断也没错 已经过尖了 对 这个球已经过尖了 应该也是出戒球 但是他的性能的好 他后续下沉 这不走寻常路 这个球 一锅 只要走 不要 不是 要搭一点 他搭一点 他可以搭一点 他搭一点 他搭一圈 二圈也搭一圈 他搭一圈 来 来 主打这样 出发的好球 前排那边走得不交易 我送球给他了 他排位快过来 叫去前线 每个队被卡在这一轮上了 这球打一个最长线 这球的李莹莹是没有手软 而且这个球立在网口 其实有点危险的 有点客服好容易带着网 但是李莹莹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球的 所以他扣球点高 美国队换人了 再换上了洛维 不过这一轮我们还是很成功的 因为像美国队的这一轮啊 两点攻呢 我们在前面都是发球 发前驱 想法到阿基拉德沃的手上 但是效果不特别明显 所以我们在这一轮就换了我们发他的一号位 然后影响他的这个攻守的上场 他的这个线路 是 好球 好球 漂亮 过硬啊 这个四号位 我们几个强攻的特点都不同啊 我们轮番上阵这样的话 其实美国队也很难去应变 对 就不信你能把每个人都准备得那么的精细啊 像准备朱婷一样 嗯 发球发的好 哎呦这个球阿基拉德沃的点真高啊 对 高点抢那个谁线 美国队又是在后排换上威尔海特上来发球 好球 主队现在要只要力保一攻啊 好球 好球 又是这种 调整过我们的篮网啊 三人篮网 还有好反应 往下来 再给四号位三个人 下手果断掉球 好球 漂亮 好球 这球拍得很聪明啊 是的是的 这时候没有完全去死打 是 其实能反映得出来 作为一个小将这时候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 嗯 特别是这个 在之前那个球我们同样是三个人篮网 在篮网网以后 他的撤下还是非常快的 好球 亚当斯 看一下这个球 哎 有没有打到手啊 朗朗说接外球 对 朗朗要挑战了 这球狼刀挑战的是界内界外啊 这个球好像还是挺像界外 嗯 对 哎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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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队要换 看考课上来发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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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呜 好球 那个球被对它拦住 好球 好球 对方还是十岁的冲发球 有点近 拉尔森的处理确实是很科学 这回到了我们这边 电条给后三 漂亮 还是我们的机会啊 三点弓现在 一个前错漂亮 一个前飞球 你这个球变化得非常及时啊 而且他有一个自己节奏上的一个前错 然后也晃了一下对方的复攻 这样的一个复攻的战术经历也是第一次的 我们留在关键时刻 这时候是过硬的时候了 嗯 发球不错 机会 还有 调整好啊 三个人 拉尔森的四号位 漂亮 调整好啊 还是只有打四号位 看朱婷 好球 没有打到什么 嗯 对外球 接外球了 这段时间可能朱婷本身也有一些体力的下降 希望他作为队长要顶住 嗯 漂亮 好球 打手了吧 这队这球中国队要挑战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减少自私啊 其实能看得出来今天中国队在面对对方的这样的 因为今天我们讲美国队他一定是把心态摆得非常低 他是来冲击我们的心态 这一轮对方拼发球也是拼得非常凶 然后我们看现在是李莹莹来接然后曾胜蕾在前排不下撤 〔 striking侧〕 对方的晶 head也是非常强 对方的经验也是非常强 对 好 我们再换上胡门源上来发球 每个队前排三点攻 他的第六轮 很敢翻 哎呀 这个球脚下动汗了 就防这种球一定不能犹豫 拔脚就得跑 亚朗斯发球 好一场 漂亮 处理我们的机会球 还是给朱婷漂亮 但是这个卡位 你真的是能看得出来 但是这个关键时刻 朱婷还是敢于站出来 现在基本上我们看世界各个球队的后排队员 都能够准确地出现在朱婷的扣球点上 这肯定是平时针对性训练的时候 已经多次瓶济在心的一个位点了 好发球 对方只能电传 中川的一个球 像希尔打这么快 基本上就都是中直线中川多一些 因为他想打这么快 再打到小型线其实很难 比赛 这个球落在界内 周围队判断输 这部队换人了 这部队现在是换上了姚迪和龚湘羽 现在变成三点光 抢一下 关键分 让美国队把比分追平了 狼岛叫暂停 希尔这个就明显还是平打 照着手尖打的 这一局我们双方都有卡对方轮卡的比较厉害的这样的局面 希尔其实在整个进攻他的主动吊球并不是没有像拉尔森那么多啊 希尔其实在整个进攻他的主动吊球并不是没有像拉尔森那么多啊 我们的防守阵型可以整体的往二号位多偏一些 好遗传 吊球 好球 还有啊 上好 漂亮 还是没配上点啊 三次了 二号位 二号位 漂亮小宇啊 关键时刻小宇站出来了这一分太关键了 现在又到了朱婷的发球轮 我们看到进入到关键分啊 但是朱婷是到了后排 这时候李盈盈在前排 我们需要利用他的进攻 看看朱的这个发球啊 一传到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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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需要看到姚迪跟李盈盈的一个配合啊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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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一传 表真好 点调到四号位 三个人 好球 啊 这个球真是苍海横流啊 关键时刻就看谁站出来做英雄 是 作为小将李盈盈还是很敢打的 是 尤其是这个球 其实李英英的点是很高的 因为我讲的虽然他的起跳并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他的臂展是超过常人的 所以他的击球点还是高的 所以他打这种大斜线 其实是很容易过篮往守的 让小元这个发球再冲一冲 我们的局点 好发球 还是给阿吉拉的哦 有了 机会 调整好 好球 好球 中国队在这么困难的一局的情况下 25比23 顽强地将比赛拖入到决胜局 好的 我们稍时休息 我们再来看双方的最后一局 3 1 1 2 3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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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3 2 2 3 2 2 3 2 2 2 3 2 3 3 2 3 3 3 5 5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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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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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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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5 6 6 6 我们看在这一局中国队的排兵布阵的是把朱婷放在四号位开局 也就是让他先打三轮前排三点攻 美国一上来就是他的反轮 好球上来又是李盈盈啊年轻的小将 上来发球直接得分 一刀还是没有到位 主队防守看朱婷的反击 这个球又失误了 今天朱婷的姿势也有点多 调整好啊 大条弓了 美国队反击 哦好蓝王 再给到四号位 好球机会 二号位 这洛维打手出界 平打球 这球就是失心风般的抢速度啊 双方在这一局还是坚定的在拼发球 又是朱婷掉球 一个主动掉球啊 好球 漂亮 终于得分了 强攻啊 现在打到这个时候确实对双方的队员的体力啊 是 考验是非常大的 嗯 这个时候不光是朱婷 对方的包括像拉尔森啊 像希尔这些主要攻守的体力也是会有下降 是 这时候就是看谁能够咬得住 好球 这球对方的二传手没有传好 这球中国队的篮网直接把这个球照在手下了 希尔已经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球了 美国队第六轮 哎呦好球 得撑了一下打转体剑 宪野 好一传 带手一头 漂亮 漂亮 看丁佳川也觉得很兴奋 是 这球小人扣得也很嗨 配合得非常漂亮 一传没有到位 挑战强攻拦网 满跳 哎呦这方又是平打 这种平打节我们一般就不要再去够球了 让他抄手打 这时候其实就是双方互相的观察很重要 这时候如果意识到他要平打的话 就适当地收一收手 这是朱平的进攻 漂亮 这球的质量非常高 这个球不光是抢了时间 另外球速力量很大 朱婷是可以借力的 投力的很稳 是 现在黎盈盈到前排 漂亮 拦网四四了 这又是黎盈盈啊拦住了阿琴拉的物 是 向美国队逼迫在决胜局当中率先叫暂停 好 要凡 或是 我们负助下 负助下 诶 我们负助下 我们负助下 就压此 负助下 动不停 好 背后 被负助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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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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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用掉了 天忠队领先4分 对吧 还是半到位 又是一个没有威胁的调球 朱婷的调攻 调正球 篮网好球 篮网得分 黎英连续发球 这是她的第三次发球 调投球 调投球 美国队已经没有气势了 13比7 美国队已经没有暂停了 他们只能再换人 调投球 赢赢第四次发球 赢赢第四次发球 我们现在还是三点攻啊 小宇撤下来接一传 然后朱婷前排也是下撤 好一传 朱婷好想再一点 赢第四次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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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很敢发 又是亚当斯的进攻 现在中国队是手握五个赛点 我们只要打好一次一孤 对方换人上来发球 但是这时候他不敢发 好一传 一传到位 小语 好球 中国队获胜 人生能有几回补 中国队在这次比赛当中 不仅仅展现了我们良好的体育道德 我们力争战胜每一个对手 让美国队得以进入到六强 同时我们又让我们的实力 再次战胜了对手 这是体育道德和体育实力的双丰收 让我们大声地告诉世界 谁是英雄 小语 这个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 还是中国队发挥了很高的一个水平 其实在双方 就是五局之中 美国队其实在前两局 也是打出了很高的一个能力 特别是他们的副攻 也是力争于想把副攻的快攻打出来 给中国队也是制造了一定麻烦 但是没想到的是 我们中国队的整体实力 还是非常强的 特别是我们后上场的队员 其实在后上场的 从曾春磊开始 曾春磊的发球 其实给我们自己的反击 有一个很好的带动 再有就是李盈莹 李盈莹作为小将 第一次参加这种世界大赛 上场之后非常敢于发挥自己 特别是在关键时刻 还是体现出了一个强攻守的一个气质 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大赛中 对于李盈莹的成长也是会非常快的 好的 我们恭喜中国队在六强当中 获得首胜 也从而把六进四的主动权 握到了我们自己的手里 是 我们恭喜中国女排 再次没有让我们失望 再次给了我们所有的惊喜 好的 稍后我们将为大家带来赛后的直播连线 请您继续关注腾讯体育 感谢别增患的 的 亘会 房子 并 sant 30 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